中国大陆和日本的关系在2013年刚开始的十多天下来 没有改善 还是持续的紧张 中国方面还是不断的派出它的舰只以及飞机 到钓鱼台海运附近做所谓的常态的立体巡视来宣示主权 而日本方面的媒体也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大幅报道一次 而日本国民队这种报道以及中共的强硬态度 大概也已经有常态性的心理准备了 双方的关系可能短时间不见有任何良好的发展 但日本目前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经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已经三个星期 成绩单如何 也许时间太短 但是外界已经在努力的评估它的表现 它似乎改革之心 真的做得相当的表露无异 而日本的媒体也非常的配合 表示出日本有很多的经济改革的气息也都在酝酿当中 包括安倍晋三马上要进行东南亚的三国访问 这是他就任之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显示日本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市场 如果未来双方的益存关系还是要继续 但是友谊无法改善情况之下 日本很可能会把他们的投资产业的基地 转往东南亚来进行 安倍上任以来 至少三个星期做到了两件事情 也就是日本的经济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 于是股市反应良好 还有就是日本的汇率持续的下跌 给日本的厂商的出口压力也减低了不少 市场到目前为止 日本的企业界对它是表示欢迎 当然更期待是未来真正有改革的契机出现 但是中国大陆的市场还是非常重要 日本的企业界不可能也没有办法去放弃那个广大的市场 于是他们目前面临了两难 如何在国际间求得更好的生存 以及如何跟这个巨大的邻居来相处 日本这任首相 他有没有这个智慧来解决呢 我们看看过去的日本 这广广一个星期下来 他们在经济上做了哪一些的努力跟进展 中日间的火药味没有因为跨了年就烟消云散 2013年的元旦 中国派出四艘海间船在钓鱼台附近海域巡航 1月7号甚至再次驶入争议海域 滞留长达13个小时 连海间飞机也前来会合 日本扬言如果中国再这样挑衅 不排除进行警告射击 这是执行正常的公务活动 我们不接受日方的抗议和交涉 保卫领海领空 日本11年来首度要增加1200亿日元的国防预算 累计总额将达4兆7000亿日元 尽管在军备上不甘示弱 日本的经济命脉却被中国牢牢地捏在手心 NHK的正台主播2013年开春就亲赴中国采访大作中国专题 以NHK的官媒色彩可以想见日本对中国的关切程度 特别是在中国打拼的日资企业 这是日本知名的尖角连锁店 去年12月在上海开分店 尽管现在中日关系交恶 但生意不错 店长刚腾在中国做日式餐饮已经12年 目前他手中管理7家店铺 但他坦言生意真的很难做 毕竟中日企业文化不同 店员动不动就罢工 现在大环境又反日 不过这里是他们咬牙也要撑下去的市场 2012下半年的中国反日潮让中日贸易衰退了3.9% 几家日车大厂在中国销售都是负成长 不仅日本品牌对中国出口惨兮兮 就连中国观光客也不去日本玩了 日本观光局大动作买下北京地铁的广告墙面 向中国观光客招手 因为光是去年11月 中国赴日旅游的人数就掉了一半 看到这个的话有没有想去日本人吗 没有 是因为是不喜欢 没有现在这段时间算益不太好 中日之间的氛围短时间大概难以好转 日本的经济寒冬暖意何时会来 东京证交所2.13年第一天交易 就开出红盘大涨200点 日比一周来更持续狂扁 对美元下坛89块 让出口概念股起步走高 一元复始就有好兆头 保佑生意兴旺的神社挤满了想在新年发财的民众 刚上任的首相安倍更是全民急先锋 成立日本经济再生本部 亲自挂牌宣布自己就是本部长 坐证日本的经济改革司令台 刺激景气安倍搬出日本史上最大的20兆日元振兴方案 日本各大企业老板们参加新春谈拜 也各自写下了新年新希望 这位大老板的确点出了日本的当务之急 除了经济就是跟经济脱不了沟的外交 做生意得一直看中国的脸色 日本企业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几年日资酝酿撤出中国的动作不断 他们看上的新战场是拥有6亿人市场的东南亚 所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金融大臣麻生 新年过完第一件事情 就是飞到缅甸会见总统登圣 还开出要借给缅甸500亿日元的支票 为政策宣传NHK晚间重点时段 新年后恢复正常播出的头一天 主播人直接在曼谷Live播报做足气氛 就在NHK下了这个伏笔一周后 安倍就宣布要在16号出访越南 泰国和印尼为期四天 上任后的首都出访 安倍似乎想借由经济合作拉拢东南亚各国 唯独在南海独霸的中国达到前置效果 中日关系将局要解 恐怕不是真的打一仗 而是在世界经济的战场上一较高下 新冠上任三把火急于做出成绩的安倍 能不能完成一趟漂亮的外交出访 将为日本2013年的国际展望定调 等一下我们看看日本的行动网路界 民间最大的霸主孙正义的成功故事 还有法国的这位大电影 为什么干脆跑去要当恶国人 我们要看看他的所谓爱国故事